官宣赵瑞离队原因 击破杜峰谎言 赵瑞队到知名媒体 三评论 官宣赵瑞离队原因 击破杜峰谎言 赵瑞队到知名媒体三评论 赵瑞离开赛区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 最近关于他离队的消息也是众说纷纭 甚至出现了许多十分离谱的造谣者 因此之前杜峰特意站出来表示 赵瑞离队是因为要处理家事而离队 但是根据广东宏远官方发文称 赵瑞离队是因为身体不适 并且由于之前脚踝的伤势加重 严重影响了自己的身体和实力发挥 因此才让赵瑞休养治疗一段时间 情况好转之后再归队 那么此消息一出球迷都盯上了杜峰 都在质疑杜峰说谎究竟是为何 此事暂且不谈 就在广东南南官宣后 赵瑞也是紧随着更新了社交媒体 时间已是深夜23点半 赵瑞表示身体伤病原因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不散播不实消息 如果发现必定追究 谢谢大家关心 会努力康复尽快回到球场 看来赵瑞也是不想再次出现 上次被女网友造谣的事件了 而赵瑞不仅仅是发文警告这么简单 自己还亲自参与了辟谣 其中一名知名媒体人 就因为昨晚发了一条消息称 赵瑞不会出战13号晚上 对阵辽宁的比赛 在评论区有球迷问道 赵瑞是不是生病 该博主回答赵瑞没有生病 此后赵瑞本尊空降评论区 直接回复你说说咋回事 我听听 这个博主也是被赵瑞对得哑口无言 只能尴尬的回复 哈哈那就祝你早日康复 随后这位博主为了不挨骂 也是立刻删除了评论消息 除此之外赵瑞还在短视频平台 对某位媒体人 该次媒体更加离谱 直接造谣赵瑞退役了 赵瑞也是现身评论区对该媒体 你去上面我都不会退役的 下面跟着有接近2000条评论 不得不说赵瑞这波音刚确实漂亮 希望每个网络平台 能够多多约束媒体 以防止天天造谣博取流量 而在今日的CBA第二阶段比赛中 广东队昨晚101比87大胜 在本周四广东队将迎来辽宁的挑战 四连胜之前 广东队就惨败给了辽宁队 所以这场比赛 辽宁队很有可能终结广东队的四连胜 目前的广东队阵容不齐 而赵瑞也确定无缘这场比赛 对此球迷们 也是希望能够看到赵瑞早日恢复回归赛场的那一天 对此球迷宁